我們更希望他們從中能夠學習到不管是競技的一些技術 還有跟其他有人的接觸能夠拿到很好的一些成績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們要共同的合作 團隊合作能夠拿到很好的一個學習的經驗 我想這個部分是我們在看待他們在那麼長的運動神域裡面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今年的全中育群體跟網立其實是一樣 我們把醫護隊帶來進去 今年是跟大統醫院合作 那其實非常謝謝大統醫院的幫忙 因為大統醫院在這段期間不是只有在我們到了花蓮比賽的時候他們才說對 其實在這一段過程裡面跟體育班的合作 這些優秀選手他平常可能就會有一些運動防護 還有就是心理自傷的一些需求 那所謂的心理自傷當然就是運動選手有時候在比賽面對挫折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有一些能夠協助他度過低調的這樣子的一個力量 我想大統醫院在這裡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其實也非常特別謝謝大統醫院這一次還特別能夠把不管是運動防護的一些傷害的需求 還有就是我們營養師等等的都能夠組成一個團隊跟著我們的選手一起到花蓮市 希望這一次的這項準備包括我們選手平常的練習能夠在這一次的選手裡面獲得最佳的成績 那當然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也會希望選手能夠做好保護自己保護他人的所有措施